到底台灣哪一個鄉鎮市區等口密度最高 其實政府已經給你資料了 只要你把它下載 不過他給的資料有的時候 並不是給你那個 你能夠很方便開起來的檔案格式 比如說如果你假設你是下載那個CSV 你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打開之後亂碼 亂碼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把它轉成Excel可以開的話 那其實可以按右鍵編輯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把它另存成什麼 存AnsRi有沒有 然後存檔之後 就可以直接用Excel開 就不會是亂碼了 那大概知道一下 你可以看到在Excel裡面 它開起來奇怪前兩列這個不要 所以你們可能要避開前兩列 如果是CSV的話 然後Ctrl向下的話 你會發現底下還暗藏四列說明 不過我覺得有些資料裡面 放這個說明有點怪怪的 你為什麼不直接另外一放 你放在資料裡面 如果今天我程式要讀取 那不就發生錯誤了嗎 有沒有 它底下又長四個 所以如果假設全部讀進來 發現奇怪怎麼最後四個是錯誤的資料 那可能就會造成錯誤 所以我的習慣是 我會先看一下這個資料有沒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分析一下 比如說這邊總共這個是110年的 然後到底 所以其實我可以把第一列先刪掉 因為其實 藍位名稱不需要那麼 人口密度最高的 其實如果在Excel裡面 按一下資料有沒有 裡面就有個A到D跟D到A 其實人口密度你只要D到A 馬上就可以知道 哪一個縣市的人口密度最高了 不過它這邊人口密度居然有點點點的 這三條線 所以其實這個當然 這兩個資料我是覺得 它其實應該 沒關係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人口密度第一名 應該是哪裡呢 永和 有沒有 37622 哇 真的最高 而且真的比其他的 鄉鎮縣市還高很多 好 那如果說假如 我們今天是在JASM檔案格 這個是CSV 相對比較好解析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在什麼呢 另外有一個是API 那API的話 實際上你把它點這個連結來看 你會發現 它實際上就是JASM檔案 長這樣這樣 那這個解析的方式 我前面也有講過了 第一個 外面是大瓜糊 那一定要用JASM檔案格 把它解析到字典 所以第一步固定的 第二步的話 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好像前面這些都不需要 但是如果你現在直接這樣看 其實看的蠻累的 其實應該是看到這個result 這裡面 result裡面的應該是recourse 所以如果你要解析比較方便 Ctrl A 然後C 再貼到那個什麼 JASM edit裡面 貼上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字典裡面有兩個key 一個key是什麼 susis 是true 第二個key的話是relaut 所以我們要的資料應該是在relaut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先解析到字典裡面 然後用get的方法 get什麼呢 get這個key 它就取得裡面這邊的資料 可是裡面的資料又一層 它的資料應該我們要的資料在recourse裡面 所以變成說你要先抓relaut的之後 再抓relaut的裡面的recourse 所以可能要兩次get 才能夠抓到裡面的資料 那裡面的資料呢 你可以看到它是中瓜糊 所以recourse跟剛剛的那個pn2很像 只是說呢 我們需要兩次的get 所以寫出來的程式 基本上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又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第一段 這一段呢 一樣是下載 這一段的話就解析 所以解析的方式 我們可以先用json.loss 把那個資料先載到一個字典 然後再用get的方法 抓它的relaut 先抓這個 然後再去抓第二層recourse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裡面的所有資料抓回來了 但是特別注意 我發現它裡面的資料 第一筆資料好像有一些問題 你會發現0的部分第一筆資料 它是欄位名稱 第二筆資料才是正常的 所以理論上 我們抓的時候應該避開第一筆 然後還有什麼呢 最底下 我剛剛有提到 最底下好像有幾筆資料好像是多餘的 好像是不是有一些不需要的 這個是到99 好像沒有 底下這邊好像沒有問題 它後來有改進了 所以這底下 如果是CSV要減掉4筆不需要的 可是這邊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按照它這邊的敘述 那我們就可以把那個程式寫出來 我把它放在01裡面的第幾頁 這邊有 第19頁的地方 那檢視好像我現在是把它檢視 現在好像沒有問題 把檢視拿掉了 所以我就可以解析它 把裡面的所有資料幫我把它print出來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第一段下載 第二段解析 那一樣呢 你可以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的Spider裡面 試試看把它跑出來 我把它檢視拿掉了 看看結果會不會是對的 執行一下 那可能是我給我 程式裡面抓的應該是109年的 109年下方好像會多出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一定還是要檢視 所以如果你是抓100 如果你是抓109年 那底下的話好像會多出這個說明 會有試列資料是多餘的 所以我這邊一定還是要檢視 不然的話你可以看到這邊多一個串列 這個 這個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這個尾巴四個要把它檢視 尾巴這個四個不要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人口密度的資料 從Jetson裡面解析出來 API裡面就解析出來了 那解析出來之後的話 當然請各位後面再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一樣 把剛剛我們練習過的那個Pandas 轉換成Excel的話 怎麼做 我還記得吧 所以其實它的 假設這個資料總共幾欄 12345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其實跟剛剛那個 PN25其實蠻像的 所以 甚至呢我們可以拿剛剛的這個 這個PN2.5的 這一個拿來當範例 那範例部分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把底下 底下這幾行喔 Ctrl-C 然後Ctrl-V貼到這裡 有沒有 另外的話還需要什麼 還需要那個 這兩個啦 主要是 要把資料串在Data跟Index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把Data跟Index 貼到它的上方 哪個地方的上方 回圈的上方 主要是 我們可以從那個List2裡面呢 幫我產生什麼 產生我們要的這個Data跟Index 然後呢 並且在這個List2的下面喔 做Append的動作 所以這兩行 所以你會發現有固定模式 底下這個先貼 再把Data跟Index貼過來 並且呢 在回圈裡面喔 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 不是這兩行 增加那個Append 把資料放進去 那放進去的那個 藍數喔 剛好Index 在這邊也是 什麼呢 在這邊一樣也是第一藍 所以是0 那這邊也 這邊一樣也是 1 2 0 1 2 3 4 剛好到5停下來 所以其實 看起來好像跟剛剛的架構一模一樣 所以直接貼過來 最後把它存檔 如果把它存檔名稱喔 這個名稱的話呢 我也許把它存成那個什麼 人口 人口用什麼 什麼 我隨便給一個名稱喔 P01 OK好 假設給它一個檔案名稱 然後呢 後面加上Excel 這樣我們來試試看 理論上這樣貼過來 還有這個欄位名稱 名稱部分的話呢 上面欄位名稱喔 那我們就把它加上 總共有幾個 我看 剛剛應該Excel這邊有吧 欄位 這個不用 A1這個地方避開 然後後面總共有四個欄位名稱 包含就是區域別 然後什麼 年底人口數 土地面積跟人口密度 把這四個 把它直接放到Colens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大功告成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把這個範例喔 一樣呢 再結合那個Pandas 把它轉換成那個 Excel的檔案 試試看喔 我把它跟剛剛那個 PN2.5的範例 結合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喔 很快的呢 我們最後的那個 P01的這個 假設打開來 基本上呢 本來是API的 就接成的格式喔 很快的就可以幫我 存成Excel檔案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假設你會用Pandas的話 那將來呢 在Python 要把它 匯出資料 成Excel 就會非常簡單 那當然未來喔 如果你是Excel 要把它 檔案要讀到 這個Python裡面 使用的話 那 也可以再利用Read ReadExcel 有沒有 我們這個語法是什麼 我們現在用的語法 是 土 底線Excel 你可以把Tool改成Read Read的底線Excel 然後後面呢 給它檔案的路徑 一樣可以把檔案讀進來 它會幫你讀到哪裡呢 一樣讀到Data Frame裡面 OK 所以可以匯出 也可以匯入 所以呢 以後 如果你會用Pandas的話 那存取Excel就不是問題了 OK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是不是說以後呢 假如我不會VBA 我要用那個 Python來解決 Excel裡面的問題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匯入 再把它匯出 不過 可能還是僅限於 Excel裡面的資料上面的問題 因為Excel裡面的格式 或者Excel裡面的像 樞紐分析表 像一些匯圖的東西 哇 那很抱歉 這個應該就不是Pandas的長處了 但是如果只是單純把Excel 當成一個類似資料庫 資料來源處理的話 那應該是很OK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還是請大家 回去再稍微 自己再延伸性的學習 因為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光Pandas 哇 那個說明的資料 就一大堆了 OK 所以今天的話 原則上 我們就是把 這個Jackson大概告個段落 後面還有XML 還有 抓網頁資料 如果網頁資料 那更複雜 為什麼 因為網頁 裡面有非常 除了資料之外 還有一些HTML語法 比如說你們隨便開一個網頁 你只要按滑鼠右鍵 按滑鼠右鍵 檢視網頁原始碼 那你會發現 它就不單純了 網頁原始碼裡面 就會有一堆奇奇怪怪的標籤 那這些標籤的話 基本上 一般就是所謂的HTML語法 所以如果你要爬網頁上面的資料的話 你還非得要知道一下 什麼叫HTML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下一個禮拜的話 預告一下 請各位回去 也許先稍微看一下 0604跟0605 就是去爬網頁上的資料 但是跟各位預告一下 因為難度應該也是最高的 大概已經快要到頂了 快要到山頂了 所以快到山頂就是 一般如果這個心肺功能不好的人 你就一直問 到了沒到了沒 快到了快到了 其實還很久了 快到了快到了 所以還是要練一下心肺功能 如果你身體夠好的人 其實就會感覺爬山其實沒什麼 好 那今天的話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然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回去的話 請各位還是再稍微複習 記得一定要實做一下